107年桃园市龙潭运动季系列活动 在桃园市龙潭区公所与龙潭体育会提供经费与筹划下 自7月15日篮球3对3动牛赛开始 展开围棋近两个月的各单项运动竞赛 除7月15日篮球3对3动牛赛外 接续每个周末举办完成慢速垒球 网球 羽球 锤球 及后续的桌球 太极拳及韵律体操等竞赛项目 让民众度过一个快乐健康的盛夏 8月11日轮由龙潭武汉国小与本协会 承担的银法族和球赛登场 比赛在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大炒坪进行 来自桃园市各地区200多位 平均年龄70岁的球友们 兴致勃勃地顶着炎热的太阳 在阳光下作对厮杀 令人深感佩服 活动过程配合办理 有水资源节约 警证防片等宣导 并有医护志工现场量血压及医疗尝试的咨询 整体活动于清晨7点展开报道后 顺利于下午3点30分完成 圆满达成活动目标 圆满达成活动目标 第一个节目 compl杯 交仇 感谢观看